什么叫白吃白住 您真的咱说句良心话 我每天早上 我是不是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 我是不是起来 即便上货呀 五六点钟 上货 对 我骑一三轮 还不是电动的 去市场里 那你是有目的的 你电话是吧 单纯来给我 上货回来 我是不是还 什么米了 油了盐了 对 大的重的活 全是我来 对不对 到现在还说 我好吃懒做 不干活 认识一下今天的老师们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图类图老师 欢迎他 著名作家 陆齐陆老师 欢迎他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 高级副总裁 瞿卫瞿老师 欢迎他 今天我们的 特别来宾是 影视歌 三系明星 孙浩 欢迎他 接下来就要进入 我们今天的正题 依然是三对嘉宾朋友 走进我们的节目 来解决他们的 情感困惑 你看 我俩在一起 两年多了 从开始往任之 到后来见面 感觉挺有缘的吧 在一起时间长了 感情都挺好的 所以就考虑到结婚 我们俩就去见了他父母 结果他父母呢 是坚决地不同意 我不同意他们俩交往的 我闺女来到大城市 生活发展了 我不能让他再嫁回到山沟里去 而且男孩的各方面条件 都达不到我要求 闺女跟他在一起 会吃亏的 从一开始说 买房买车 后来到生活上的要求 都特别苛刻 给我的压力特别大 我也想过很多办法去 讨论他父母 可是他父母态度挺奸定的 我就等一个闺女 我就怕他吃亏 在我和他之间 有他没我 有我就没他 他父母的态度 让我有点犹豫了 不知道我俩能不能继续走开 你这样母娘 把小伙子吓着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他们吧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亮 25岁来自河北无业 学历高中 站在他对面的是 他女朋友小鱼的母亲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说这您主动要求 跟他对话的是吧 从开始到现在 我就不同意 你和他交往 好 好 因为我们老家 就是大山里的 我不想让我闺女 还嫁回大山里去 我们那里的生活条件 很苦 我知道 我来北京已经20年了 我就想让我闺女 在大城市生活发展 是在北京扎了根了 还是什么 在北京做买卖 女孩是在老家 等到她不上学的时候 我就让她来到我身边 来到我身边以后 我发现她的电话很多 后来一盘问 还是在网上认识了 一个老家的小伙子 我就非常生气 就是不同意 你跟你的女朋友小鱼 认识多久了 两年多 我的资料上面写 你现在是午夜是吧 对 现在午夜 因为之前在老家 我们市里有一份工作的 也是销售 挺有名的品牌的店长 后来因为有女朋友 在家里跟他们闹嘛 阿姨说让我过来 看看我这人 不是说我主动让你滚 那是女儿要死要活的 提着我 我闺女总是说 她这好那好 这好那 我觉得她是被人家骗了 在网上认识的 哪看谱啊 我在您家这段时间 你应该能感觉出来吧 你都住他们家了 对 她去您家多久了 半年多了 半年多了 我闺女就跟我绝食对抗 通过半年多的观察 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啊 非常不满意 因为她在我们家 总是偷奸耍滑的 不干活 那您给人开工资了吗 不给工资 啊 干了半年活 不给工资 还怪人偷奸耍滑 白吃白住的 阿姨我什么叫白吃白住 您真的 咱说句良心话 我每天早上 我是不是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 我是不是起来 即便上货呀 五六点钟 有得起来 上货 对 我骑三轮还不是电动的 去市场里 上货 目的的 上货 回来 上货 回来 我是不是还什么米了 油了盐了 对 大的重的活 全是我来 对不对 到现在还说 我好吃懒做 不干活 吃白饭 小白脸 您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跟八太 咪了一会儿 您不问什么原因 直接给我蹬中门外 接连又舍的 一大堆人 看着 您冰邦给我一顿 来到我家 我不能说养着你 我干活 我一个老太太 我伺候你 养着你 不是 您今年贵庚啊 老太太 四十五 十二 你老太太了 您说说 等于人小伙子 在你们家 也打了半年长工了呗 那这半年当中 他干这点活 他不来时 我也能干 那不是一点活吧 白天我跟店里边 待一天 给您看着店 对不对啊 晚上回来 您又没做饭 我还得做饭 就你那看店 是不是 我还得刷碗 我正着抢着去干 到洗手间了 说洗把脸吧 一看堆一堆衣服 我还得去洗了 之后我洗衣服吧 您还给我来句 袜子要手洗 洗机洗不干净 你必须手洗 让大伙看看 就他这种态度 您还说我 他在我们家 他能吃亏吗 他总是在我们家 摆斧呢还行 我这么听起来 他比长工还累啊 不是那么回事 他干一回 他就得说 是天天那样干 那他是做饭吗 天天 他偶尔做一次 可是他不好好给你做 要不就给你 搁着头衔 要不就不搁眼 我做完之后 我哪怕多吃两口菜 您都说 你一天没干多少锅 吃那么多饭 怎么怎么的 不是我挑你 菜里有点肉 不够你扒拉过去的 阿姨我是一小伙子 对不对啊 再说了 白天我干一天活 我晚上饿 我多吃点牛毛病 应该是没有毛病吧 对不对 受这么大苦 图什么呀 图了我女朋友 在人家住了半年 有没有把阿姨 请回你们家看看呀 去了 但是半路翻过来了 他家那个路 本着就没法走 上去了 就把我转的 就要吐了 你不是也山里出来了 我们家那山路 是下了高速 就要进村了 他们家那个路啊 就是从一天上山 就下不来了 没法再 阿姨半路回来之后 给我列了一份协议 啥协议 第一天就是啥呢 必须到我们市里 买一套房 市家庄 还是成德 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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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房子不能太小 不能低于一百 房子买完之后 我俩结婚了 不允许我爸妈过来住 我真想不明白 为什么 我爸妈给我养这么大 给我买一套房 让我结婚了 还给你了呢 我爸妈我就不管了 我妈想我这儿子是为了什么呀 方本还必须写您闺女名 是不是不爱了 我可以写 你的名字 以后你变了心了 我闺女没有访 你说了 结婚之后 家务活必须我干 我能干 在我家这半年 我就没看出来 你表现得有多好 我做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后还是得不到您的认可 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阿姨 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一直想着自己开一服装店吗 因为我本身就是干销售 哦 再行动吗 这个现在一直没行动 哎 你就赶紧把服装店开起来 在上面提起 你可都没有 能回事 今天闺女来了吧 来了 我能听听闺女的意思吗 可以 来 我们有请小鱼 小鱼23岁来自河北 她是一位职员 学历也是高中 喜欢这小伙子吗 喜欢 是非她不嫁吗 是 这样我妈能接受她 我妈在家里 真的特别为难她 我真特别看不下去 她经常算的 早晨5点多就起来去上货 在店里忙一天了 就忙得连头水都喝不上 她天天搬货的时候 那手都是口子 晚上到家了 又得做饭洗衣服 还是刷碗 甚至还得洗袜子 手头那样的 真的 我给她包下穿个贴 我妈都随她交系 那你怎么不洗袜子呢 我妈不让我洗 我妈什么都不让我干 只要我帮了她 我俩就会都挨妈 你干嘛让你男朋友 到家里面去打工 她不能再找一份工作吗 因为我妈想考验她 我认为我妈考验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真的可以在一起了 我希望说我妈能祝福我们 可是我妈不同意 那她要就是不同意的话 你们俩结吗 我姐 小鱼那你看你呢 人家都说儿子大了 娶媳妇忘娘 你这儿 刚找个对象就没有妈了 我不是没有 我 我那么疼你 养你二十多年了 还没有你跟她两年的那种感情深 所以这闺女大了也没用 做事都为她着想 养了半天 成了半天 完了还 弄着两个孩子 我一堆的不是 真的吗 我感觉她是我对象 不是咱家的奴隶 也不是咱家买来的丫鬟 你没必要那么去使唤她 您注意什么呀 我是你们俩的奴隶行了吧 这样你们就开心了 就愿意了 都高兴了 我不是说现在这些活儿 我对象不敢让您干 就是那点活儿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干 为什么只要我一干 您就我们俩都骂了 好 别说了 你们四个说吧 我们一起来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小亮虽然你受委屈 但我觉得你挺有你的问题 为什么小亮 她说一句你还一句嘴 她说一句你还一句嘴 你要真把她闺女娶了 这就是你妈 你哄着点 这姑娘也是 上来先站你妈那儿 我觉得这是个态度 知道吧 先把自己妈给哄了 您那好四样八场的 站在那男的那儿去了 因为我本次 我妈最近这半年做的 真的特别过分 你妈就半年过分了 你妈养你二十多年 你怎么不觉得 那二十多年她不过分呢 慢慢讲 她毕竟是你妈 您一上来夹击站那儿她 先跟你妈站一对立面 你觉得你妈这事能同意吗 还有这阿姨啊 您也挺累的 儿大不由娘 她愿意嫁给她嫁谁 你这给小亮 使那么多半子 这也不好 你给人干了半年活 一分钱工钱不给 她在我家白吃白住的 她有图 我不希望她在我家 现在餐厅里请的服务员 都是管吃管住管工资 我就讨厌她 我就不想让她跟我闺女有交往 你讨厌她 你又没嫁给她 人家俩愿意 您讨厌什么用啊 因为我没有闺女招想 我闺女以后嫁到那大山里受罪 不是 您自己不也嫁到那大山里出来了吗 正因为我嫁到那儿 我挺受苦的 我才不让我闺女再嫁回去 您都是从山里出来 跟叔叔俩人打拼今天 都有了幸福的今天了 您怎么知道小亮没有啊 姑娘您先站妈旁边 您又过来 养你二十多年了 你安慰安慰她 对吧 你让她开心了 你安慰安慰她 她也不能说恶人 你干嘛呀 对 撒撒娇 阿姨真的别太累了 真的 儿大不由娘 孝顺您这就行了 我先问问阿姨 就是你想找一个金龟婿 到底是什么条件 我就希望她别嫁到我们那大山丘里 因为我们那儿太苦了 这好办她也不是在山里啊 她早晚还得回去 谁说她要回去了 问你呢 回不回去 小亮 我不会回去 不会回去 还可以考虑 啊 行 还有什么条件 还有一个条件 我就是让她 即使以后结了婚 让他们挣的工资 把工资卡都交到我手 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 买房必须买一百平以上 给我们老两口留出一间里 我们那时候想去看闺女 我们得随时都能去 有地方住 还有一个 结了婚以后 孩子我不管带 我身体不好 我不管给带孩子 还有条件吗 没了 以后再想起来再加 其实父母呢 都是想说要 让女儿幸福 但绝对不是发家致富 绝对不是 找一个金闺女 能够既养你女儿 又养你们二老 而且你还不管养孙子 你这俨然就是想通过女儿 得到一个改善生活的 一个前途 我不是希望她那样 我希望她幸福 但是你刚才所有提 都是你的需求 而不是你女儿的需求 什么是幸福 每个人的经历 不一样 她感受的幸福 也是不一样 我想现在你的女儿 她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但是你不让她去追求 她的幸福 你甚至于把她心仪的对象 拘到你们家当长工 你应该知道 什么是自己女儿真正想要的 绝不是你强加的那些条件 你应该多问问你女儿 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 她想要的 就是你应该支持的 男孩 你问题也挺大 给你个建议 第一 搬出他们家 自从你走入 他们家门口的那一刻起 你就不是未来的女婿 就不是这个 你女朋友的未来的男人 你就是一个长工 面对未来丈母娘 这种刁难 你现在就埋怨 退缩 忍气吞声 错 你应该做自己实际的行动 阿姨只是想让自己女儿 不要受苦 你要证明给她看 以你现在在他们家打工 这种局面来看的话 你始终你证明不了自己 所以你一定要从他们家搬走 去找出自己的事业 证明自己是有能力 给到她女儿幸福的 我知道那个阿姨 这什么意思 就装成一个周八皮的样子 其实她就讨厌这个小男生 就想把他赶走 你们趁早分手 是吧 打去小村 我家搬走 我怕她不知 我怕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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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她的心 我怕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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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过早地住到南方家去 这南方的父母是很看不起这女方 更别说是个南方 你看你们平时生活的常态是个什么样子 母亲脸上时时露着淫威 女儿脸上时时露着惆怅 那个是满面愁容 你们三个人都喜欢天天这样过日子吗 都喜欢彼此终日厌烦相对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明明知道准岳母对你的宽容那是遥遥无击 你如此做你都感动不了她 你为什么还继续待在生牢当中呢 还有那个女儿 你说你爱她 但你却跟着你妈共同地蹂躏她 而不做一丝一毫的反抗 你最开始以死相逼的勇气去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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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母娘的话你帮我形容一下 感觉就是有点刻薄吧 刻薄 还有呢 过分 但是有一点是最好 她最爱她的闺女 接下来我再给你普及一点生活小常识 想知道你未来的媳妇是什么样 就看看赞母娘是什么样 她就是未来什么样 这个还真不假 确实是这样 我怎么觉得我说完这句话 你有点退缩啊 你看 我们都是帮您的 我刚才说这句话就是想把她吓跑 您现在可以歇会儿让他们俩自己说会儿话了吧 可以说吧 那这不是 您站这不方便呀 这么多观众都不怕呢 我也不怕 要不然您下去坐会儿行吗 来来来 姑娘 给这阿姨让个座 坐那儿啊 你看 守着闺女 涂老师刚才那个话说的其实挺有分量的 你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做吗 我不愿意 好 那你觉得现在对你这样一个男人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她娶回家呢 还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做一创业呢 什么是你最重要的呢 现在 她是我最重要的 得 你们俩还真绝配 这我们就没办法了 就这么一个男人 你有勇气嫁给他吗 我有 啊 即使你妈不同意 你也有勇气嫁给他吗 好 好 黄金60秒 无论阿姨怎么做 我一直不会退缩 我希望以后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生活 我会进入最大的所能 最大的努力 让你幸福快乐 我把我最好的全部给你 我知道你特别爱我 所以说我必须要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特别希望我妈能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知道您所做的一切 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可是我真的爱她 可是我真的爱她 我希望您能成全我 妈 我真的特别能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阿姨 阿姨 我还不是为你好吗 阿姨 我会给她幸福的 您天天怎么刁难她 您感觉我快乐吗 那我就不想让你再回那地方去吗 可是我真的爱她 来来大姐到我这儿来 我理解你 你幸福了你妈就快乐了 是吧大姐 你们俩回去吧 爱情不被处理 我会让你不处理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的妹妹 如果你的女儿 就要嫁给这么一个男人 你是支持呢 你还是反对呢 来 各位 请选择 66.67%的观众朋友 选择 支持 能问一下他们为什么支持 我就是想问吧 你好 您选择的是 选择是反对 理由是 最起码一个男人 要给一个女人 有一个安全感 他在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温饱 起码还不能保证 怎么能保证一个家庭呢 您选的是什么呀 反对 我觉得男孩子 注重的还是事业 有了基础才能爱对方 好 那您选择的一定是支持 支持 来来来来 说说支持的理由 在一个爱情 现在快要缺失的年代 相爱不容易 而且不有话说 先成家 谁说现在是一个爱情 缺失的年代 什么就相爱不容易啊 好吧 那我问问吧 两个要成家是吧 嗯 可是一个人却没有工作 他们俩靠什么生活呢 我觉得如果只要是努力 总会有成功的 好吧好吧 您今天多大呀 方便问吗 26 有男朋友吗 还没 难怪你觉得现在相爱不容易 搞曲总 大姐啊 你就同意了吧 我要是你 我就不这么干 我也进 你别进 我不进 我要是你我我你知道我怎么干吗 我就跟那臭小兜 娶我姑娘可以 你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他如果说连这都做不到 是吧 当然现在没机会了 给他机会 行吧 您数五个数 看他们俩自己怎么选行吗 我大声的说 大声的说 5 4 3 2 1 请开门 2 1 请开门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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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2 2 4 2 谢谢你们俩请回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把这个送给你最爱的最在意的人 发自内心的告诉他 你的爱里有他才完美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见证你们浪漫的求婚时刻吧 请亮灯请亮灯 来妈妈来来来来 记住吧 好好生活吧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请回来 谢谢 请回 谢谢